华晨宇的双截棍与周董的经典,这么评比,感觉怎么样? 大年初一晚上,华晨宇以一首改编自周杰伦的经典歌曲《双截棍》再次夺冠。 一时间网络上众多网友纷纷表示,啊啊啊啊要得划花圈粉啦太有才华啦。 虽然,同时也有一批人认为,呵呵华晨宇唱的什么玩意,把经典给弄烂了。 但是我相信,凡是听过双截棍的读者朋友们会有这种感觉。 华晨宇在歌手第六期改编《双截棍》时, 融合中国戏曲、rap、摇滚等多种元素于一体,并将高潮之后的结尾部分保留了周杰伦的原曲,瞬间就让大家感受到熟悉亲切。 再加上双截棍本来就具有的超越传统的跨时代意义,曲风是刚柔并挤的摇滚加上超快版的rap。 原版歌曲MV中的周杰伦像李小龙一样耍洞双截棍,既有天马行空的想象,也有搞怪的艺术表现手法。 华晨宇这次继续继承了原作的创作思想,出于武术,出于纪念一代大师李小龙。 又加上了太极的元素与新潮流的rap,这又赋予了一个更具有文化气息的新时代下的李小龙形象。 我个人认为,这首歌已经很好了,好到大家一致认为这是独属于周杰伦的曲风,无法超越。 而新一代歌者华晨宇将这首歌变成了属于他的独一无二,也同样无法超越。 华晨宇在某次采访中和记者谈到,他上学时期也常听周杰伦,他本人也很喜欢周杰伦。 对这位实力雄厚的原创歌者,也是十分尊敬。 所以在改编他的歌的时候,也会十分尊重。 华晨宇,周杰伦,都是乐坛的重要组成部分,有他们,乐坛才会更加多样。 周杰伦出道时也遭受过很多非议,无论是他的独特风格还是他的唱功,在当时也并没有瞬间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与理解。 但现在,当时间慢慢叠加,周杰伦已经陪伴着大家长大,成人,成为一代人又一代人的绝对经典。 同样的,在快难舞台出道的华晨宇,同样在出道之后遭到了很多质疑声。 华晨宇自己也听到过这样的声音,他说,在几年前,还有人觉得我唱歌就是个神经病。 而现在,越来越多的人被华晨宇的音乐才华,人格魅力所折服。 在真正用心听过,感受过华晨宇的音乐作品之后,很难不为这个有态度,有热情的才子赞叹。 要说华晨宇与与周杰伦的他们两个版本的双截棍,哪个更好,也许最大的赢家,其实还是这部经典双截棍,从一个经典,生长出到另一种经典。 愿这两位明星都能越走越顺利,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